大陸HCN9疫情持續擴大 尤其是浙江 今年已經暴增到49例12 官媒新華社 證實出現有限的人傳人病例 國情市場陸續關閉 香港也進行大規模撲殺 烏克蘭新集會遊行法 引起全國持續示威抗議 暴力衝突不斷 政府宣布廢止 總統還提出要將總理位置 給反對派領袖 但遭到拒絕 岩首縣今年將屆滿30週年的三陸鐵道 遭到311海嘯重創 今年將修復完畢 全線通車 陳間距海女的加持 更帶動小鎮和鐵道重生 85歲的香港半導酒店老店革新 從設計 科技 服務 三大領域著手 大手筆市資17.4億台幣 全新裝修300間客房 客製化平板電腦 操控房間各項設備 大陸空污嚴重 北京去年全年僅半數好天 河北行臺更只有一天呈現優良 面對農曆新年 該不該釋放煙火爆竹 故傳統還是該顧環保 成為兩難席題 關門晚安小年夜的前夕 歡迎您依舊持續鎖定 TPBS Focus全球新聞 頭條我們選擇的是 中國大陸 H7N9的疫情野火燎原 香港防堵H7N9的疫情野火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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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香港金融一直都信不过大陆来的鸡 曾经要求入境处就隔离检验 结果建议没被采纳 现在要为了7000只的大陆鸡 连带扑杀上万只的香港鸡 政府把关不力的 因为我们曾经和他开个会 要求他是做发出测试 因为发出测试是很简单的 三至五个钟头就知道了 政府就一意孤行 就要放了那些鸡进来先污染了长沙环 变成了我们现在整个香港都被他们牵连了 一期间整个养鸡场变成活体库存 农历年节的销售忘记 却一只都不能杀更不能卖 香港政府是在27号晚上下封锁令 深夜的电视新闻才打出跑马 批发市场就已经关闭 但是依照以往运送机制的作业时间 货车早就在前往市场的路上 这下市场进不去 干脆把车开到梁振英的关闭 大约10个本地的鸡农 已经由长沙环加勤批发市场那边 坐了车来到礼宾府正门 他们就说原先预定了一批鸡 是要在新年的时候拿出去应试 但是现在长沙环加勤批发市场 因为删了又要杀了鸡 令到他们有一批鸡是制销了 拿不到入市场里面 GINO要求当局把GP机先找个空地安置 等夜晚再放行 别让他们载着鸡流浪街头 这个借铁梁振英没能立刻点头 土地的短缺是一个问题 我们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希望能够有几个地方 可以做到适当的分浪 这个我们都愿意探讨 但是大家知道 即使现在长沙环 这个批发市场 我看他们做检测 已经有当地的市民反对 如果我们在另一个地区 找另一个地方 做一些分浪的测试的话 我相信当地的居民也不一定欢迎 地下人愁 没地方收留 于是前一天晚上 送不进市场 也回不去养鸡场的流浪机 被日本媒体拍到在大街上贩售 防堵H7N9香港最后破功 整个大陆感染人数还在增加中 统计到1月26号 确诊100例 其中浙江49例 广东26例列红色疫区 才差一天 大陆公布最新数据 确诊立刻多了两人 死亡达到20人 浙江防疫区再扩大到杭州 宁波 绍兴 温州等8大城市 而且出现家庭成员 人传人的病例 可能是这个家庭本身 它的这个遗传基因 它可能存在一些易感基因 使得这些在有一部分的暴露 在这些侵入感病毒的环境下的时候 这些人更容易感染 浙江的疫区从2月15号开始修饰三个月 主要城区更将从7月1号开始永久关闭 上海则是从大年初一开始关闭三个月 整个大陆列为疫区的文积色变 被疫区的也被网络谣言惊吓 一段被疯狂转载讯息写着 赫州中兴医院一名医师因HTN9死亡 得年31岁 孩子还在娘胎 抢救他的医师也被隔离 从辽宁送到赫州5570只鸡 全被感染 赫州公安局火速访查发现 赫州没有中兴医院 就连感染的病例一个也没有 而且赫州从来没有向辽宁进口过机支 警方上官网澄清呼吁不要轻信 同时也请发布谣言者立刻删除 否则是官司 HTN9疫情蔓延大陆攻陷香港 在这个非常时期 谣言散布的速度会比激温更吓人 TP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看的是这两周来 我们持续关注的乌克兰 全国性的反政府抗议 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的剧情 乌克兰政府突然宣布 他们会撤回已经生效的 反击回游行法 那是因为这个在短短时间匆匆通过的 反击回游行法被欧美各国一致谴责 认为是钳制人权最倒退性的一部法律 而另外一方面 其实也不完全是因为国际舆论 那是因为乌克兰全国性爆发的愤怒民情 已经扩散到乌克兰总统 亚努科维奇的铁票区 那就是乌克兰东部 乌克兰有25个州里面 星期天就有9个州的行政大楼 全部被抗议分子给攻占 在这种压力之下 乌克兰总统不得不向人民让步 也让欧美人士口中 钳制人权的反击回游行法 正式废除 抗议持续两个月了 乌克兰政府和反对派会谈后 亚努科维奇政权宣布 1月16号上路的反集会游行法撤回 骂警察不会再是犯罪行为了 说话的人是司法部部长 他的办公大楼 这个周日晚上开始 遭民众猛杂 公务员也被挡在门外 行政瘫痪 这样的威胁 加上政府说要特赦抗议民众 封锁行动停止是必须前提 人潮才逐渐散去 但是整体而言 乌克兰的反政府活动不减反增 东部总统亚努科维奇的铁票区 地理语言上都更倾向俄国的国土 也被标注成粉红色 这意思是出现大规模的反动 更别提蓝黄色区块了 共9个州行政大楼被示威民众占领 26号乌克兰第四大城 地念波罗波德罗夫斯克 数百人趁夜要冲进政府大楼 中部的瓦西里基夫 民众集结在铁门前 以肉身阻挡警察朝基辅前进 这一幕幕都让政府不得不退让 收回已生效的反集会游行法 反对派领袖也因此有筹码 拒绝和现在的执政党共组内阁 反对派坚持纷争应该诉诸大选解决 很多人不愿意现在就放下棍子 是因为像抗议领袖布拉托夫这样 人间蒸发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离拜天同时也是里亚纳维斯基的葬礼 来悼念他的上千人都相信 快要过26岁生日的里亚纳维斯基 遭震报警察射中心脏毙命 他们为这个英雄落泪 说他是为了乌克兰而死 亚努科维奇再度担保军队不会摄入维安 也在总统府网站上加码声明 会和反对党共组小组衡量修宪可能 反政府运动中支持暴力抗争的右翼 却已经趁机开记者会 要抢反政府示威的功劳 反对派未来会不会分裂 能和政府妥协到什么地步 成为未来观察重点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国际财经我们要来看的是金价 而今年的国际金价 中国大陆本身的消费力道 其实决定了很大的金价市场 年终结算 发现中国大陆不管怎么买 现在几乎都是一片套牢 我们记得在2013年底的累计的时候 全球金价是下跌28% 终结了黄金行业 保持了12年的牛市 创下32年最大跌幅 那么在2013的时候 中国大妈疯狂分两波抢劲 我们像画面上看到的是 现在结算出来 在第一次去年年终的时候 中国大举消费 那时候让金条的交易量 比去年同期暴践了86%这么多 那时候买的人到第二次年底的时候 再度抢劲 那么现在在农历年尾结算 他们全部被套牢 虽然黄金抢购让中国大陆的珠宝加工业的营收 因此大幅成长 黄金加工的费用也上涨了30% 但最后他们进货的库存依旧压在箱底 现在有点消不出去 所以全部抵消了他们的获利 最终周边产业也全面套牢惨赔 黄金到马年 现在一片预估恐怕还是相对弱势 很难有出色的表现 去年4月中国大妈开始抢购黄金 主要是黄金价格暴跌 两天不到就跌了15% 现在所有的库存已经都在这了 像一些厂销的100颗200颗金条 那现在已经销售一空了 第一波抢金潮 大陆消费了706栋黄金 其中金条消费成长了86% 但是并没有挡住黄金的跌势 到6月份再度大跌 结果是跌得越多买气越不爆 感觉价位跌到现在 应该不会再往下跌了 应该会涨了吧 我们算下来的10天的销售额 是我们历史同期的10倍 这个销售额的增长幅度很大的 都是过50%的 即使到现在黄金的买气还是很高 很多经销商就是提高采购量来应付需求